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雪中汗刀行》中 我们曾经谈到 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在这个片子中 相继的或多或少的有所展现 其实在这部剧中被裹侠其中的不仅仅是历史人物 还有一些古代上著名的神兽也被迫有情出演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些神兽的历史原型 咱们先来说说虎魁 在剧中的大虎魁是比较悲惨的 刚一出镜就领了盒饭了 不过还有两只可爱的小虎魁 在历史上虎魁是没有记载的 不过呢对于魁倒是有不少的记载 在中国古籍中有一种说法 说魁神墨也四龙一族 基本上是说魁呢是一种蛇状的怪物 但是有一只族 在《沙安海经》的《大荒东经》中 记载的更加详细 它是这么说的 说东海中有流泊山 入海七千里 其上有寿 壮如牛 苍身而无角 一族 出入水 则避风雨 其光如日月 其声如雷 大概意思就是说 在东海距离海岸七千公里的深处 有一座山叫流泊山 流泊山上有着一头魁牛 形状像是一头牛全身呈灰色 没有脚 但是却有一族 它每次出入水都伴随着风雨雷电 其声如雷 其名曰魁 在古籍中还说魁是从天地而生 像这样的魁世界上只有三只 因为可能只有三只 所以如果其中两只魁好上的话 那另外一只魁只能是孤独终老 这样显得就不大公平 所以美之魁都是单独的生活 独自品尝着寂寞的美丽 生活的非常的低调 但即便如此 当它偶尔露出水面露出真容的时候 其声如雷 它的这个独特的音色 最后还是给它招来了灾祸 有一句成语叫匹夫无罪 还毕其罪 这个大魁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后来皇帝和赤友展开了中原大战 赤友所率领的那些山精啊水怪啊 搞得皇帝的士兵们是不胜其烦 皇帝这时候就突然想起了这只魁牛 于是就找人把这个魁牛抓来杀了 然后用他的皮做了一排架子骨 这个光有骨还不行 还得需要骨锤吧 皇帝这次也真是豁得出去 他又把雷神杀了 用雷神的大腿骨做了两个大骨锤 这雷神对皇帝而言可真不是外人 想当年皇帝的先祖华须氏 就是饭后溜弯溜到了雷泽一带 然后呢看到了一个大脚印 自己好奇就踩了上去 不小心就这样怀孕了 然后生下了兄妹二人就是伏羲女娲 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民族中华民族的华字 就出自于华须氏 伏羲女娲生少典 少典娶有脚氏 生下了两个孩子一个叫皇帝 一个叫炎帝 也有一种说法是炎帝的母亲是少典的另外一个妻子 这点呢咱们就不细究了 反正皇帝跟炎帝是兄弟 这点是没错的 所以说皇帝跟雷神多少是有些关系的 但是这次为了打败赤油 皇帝也真是拼了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在中国历史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感而受孕的例子 一方面呢 我想这个呢 是想说明这个生下来的孩子不同凡响 是上天赐予的 所以呢 这是一种美化和抬高的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呢 我想是和很早以前中国古代的群婚杂交制度有关系 那时候很多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只认其母 不认其父 即使是到了后来许多的少数民族 游牧民族 他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华须氏是采了雷神的脚印赶而受孕 到后来又有一位姓姜的女士 也是采到了一个大脚印赶而受孕 生下了周朝的始祖后继 再加上我们以前讲过的简笛的玄女生伤的故事 这三个故事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三位女士都是在野外赶而受孕的 这是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啊 在当时有一个祭祀的习俗叫四高 高又称高母 在中国古代 她是主管男女之事 生殖之身 高母还有一个名字叫交 她的寺庙也是建在郊外 所以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日子 青年男女们到郊外去祭祀高母 这叫四高 四高以后 这些男女们就可以彻底的放飞自我 大家呢就在野外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所以那天以后就会有很多的新生命诞生 他们的父亲也就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不重要 在那个时候呢 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但是后来呢 有了礼有了教化 像这样的事情呢 就变得羞于其耻 于是就编出了这么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这些先辈们原来是上天的恩赐 有了谷有了谷锤 皇帝的轩辕乐队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这大鼓一敲起来是声震如雷 在五百里以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一下子就把赤油的那些山精水怪们震的是肝胆剧烈 赤油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是一场他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因为他发现皇帝的军队是打不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摇滚不死 这就是第一只魁的悲惨的故事 他的皮被做成了战骨 第二只魁的命运也没好到哪去 他也是被制成了一面骨 不过并不是皇帝制的 是后来的秦世皇抓到了第二只魁 把他也做成了战骨 不过可能是因为秦世皇组建的这支乐队 并不是走的原创音乐的路子 所以这个战骨并没有敲得很响 也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最后也没哄起来 最后就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第三只魁的命运呢 到了东晋时期才得以揭晓 这只魁从山上跑出来的时候 被老百姓看见了 而且还被射死了 最后把他的肉割了下来 装了整整三十八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魁牛虽然被称为神兽 但是命运还真的不如一只耕田的老黄牛呢 至少在中国的很多朝代 耕牛是不能杀的 说起这魁呢 在历史上还有一个笑话 在尧顺时代有一个人 他名叫魁 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音乐大师 可以说是华夏音乐的奠基人 魁从小就对音乐特别的敏感 他经常是趴在地上 趴在江中的巨石之上 或者是趴在高山峭壁之上 侧耳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样他就找到了一年四季的声音 这就是四个音 后来他在组织音乐的时候 发现这四个音似乎还不够 于是他就从自己的名字魁中悟出了另外一个音 总共凑成了五音 就是我们现在的道 瑞 咪 搜 拉 在中国古代叫工 商 矫 制 语 这五个音 其中的制就是魁自己悟出来的那个音 我们通常说的五音布权中指的五个音 就是这五个音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难道说中国的古人们并不知道有七个音吗 为什么中国的五音中少了发和息 就是四和七 其实中国的古人是知道发和息的 只是不愿意记录 这点是和中国的儒家传统有关系的 大家知道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中正平和 而刚才提到的五音每个音都是正音 而发和息是属于半音 就相当于钢琴上的黑键 那五个音每个音之间的音节都是一样高的 而发和息这两个音呢 分别是辨真和辨制 所以它并不像另外五个音一样是正音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并没有把这两个音记录下来 但是呢 并不妨碍在音乐创作中使用这两个音 这就像中国古人的着装 他们的衣服和头巾一定要采用正色 不能用绿色呀粉色呀这样的尖色 奎的才能后来被顺知道了 顺呢就把他叫进了宫中 让他来教那些贵族子弟们音乐 当时顺的王宫中的官员不过只有十几位 但是呢 竟然就有一位专门教授音乐的 所以可见在中国古代 对提高贵族子弟的音乐修养 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视的 奎在后世呢 有一个大粉丝 他就是孔子 孔子特别喜欢奎创造的乐曲勺 经常是放在枕边是单曲循环 是听个不停 他可以听这首曲子听得三乐不食肉味 后来有一次卢埃公问孔子 说乐正奎一族信呼 意思呢 就是说我听说奎乐正只有一条腿 这个真的假的呀 孔子可是奎的大粉丝 听到他这么说 当时就急了 说你才有一条腿呢 你们全家都才有一条腿 然后呢 孔子又给鲁埃公上了一课 说呀 当时是这样 当时呢 是顺的一位大臣 看到奎要教授这么多的贵族子弟 工作量比较大 所以呢 就问顺说要不要再多招几个乐师来 顺的回答呢 是说像奎这样的人是千古罕有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之相比 也就不用再招人了 顺一者足矣 因为古代呢 并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呢 后世有些人呢 就把这个意思理解成了 顺只有一个足 这个呢 就是鲁埃公闹的一个历史笑话 其实呢 这个笑话也给我们现在提了个醒 现在呢 已经是网络时代 各种的信息非常的多 有些信息呢 其实细加琢磨就可以发现 这不过是谣言 但是可能是因为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 所以有些人呢 就不加思索 盲目的接受 这样也使得很多错误的信息 以讹传讹 其实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多问几个为什么 好多的鹅船都可以不公自灭 在这部剧里啊 虎葵是被熊猫杀死的 这点呢 很令人费解 人们不禁要问 外表如此凶猛的虎葵 是怎么被温顺可爱的熊猫杀死的呢 难道是被熊猫活活猛死的吗 其实啊 在历史上的熊猫的定位 可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温顺可爱的样子 在中国的史书中是没有熊猫或者猫熊这个名字的 熊猫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 据上书记载是叫做皮修 是一种猛兽 当年皇帝与赤友展开的版权大战 一使六种猛兽组成一个猛兽的军团 皮修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皮修以外 熊猫还有另外几个古时的名字 比如说白皮就是白熊 还有一个名字叫石铁兽 这是因为人们经常看见熊猫呢 到民宅中去啃食一些铁器 这从一侧面也说明了熊猫牙口好胃口更好 现在的熊猫呢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 而在古时候呢 熊猫可以说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 比如说在辽东地区就有很多关于白皮的记载 此外还有关中地区 江浙地区都有大量的关于熊猫曾经生活过的记载 应该说那时候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么到了后来为什么像现在这样 宾于绝迹呢其实原因我估计大家也猜到了 就是被吃掉了 可能是因为熊猫慢慢的由食肉动物转向了食草动物 这样它的攻击力就大大的减少了 而据说熊猫肉本身肉质非常的鲜美 它的皮也有非常好的郁寒作用 到了明朝的时候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墨又上了本草纲目 据说熊猫的尿可以溶解人类物食的一些铁器 也就是说如果哪天早餐你吃的猛了 吃了两个秤驼 那么呢你就可以喝下三加仑的熊猫尿 这样就可以在胃中把那个两个秤驼给溶解掉 这一点呢我是无法考证 反正本草纲部是这样记载的 我只是好奇如果说熊猫的尿能够溶解胃中的秤驼的话 那你的胃就应该是不锈钢的了吧 在很多古人类的遗址上都发现了熊猫的遗骨 而且上面有明显的被人类砍舵的痕迹 证明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普杀大熊猫 所以到了现在熊猫也就成为了宾威物种 熊猫现在是被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友好大使 以前那是赠送现在呢是租借非常的受欢迎 熊猫作为友好大使的身份也不是近代社会才开始的 而是在五周时期 武则天就曾经送给了日本国两只大熊猫和七十张熊猫皮 熊猫现在的地位当然是更加的崇高 被称为国宝 这点呢就引起了猪的渡恨 猪心里头一定很不满 同样是好吃懒做 同样是没有保护好体型 为什么熊猫的命和我的命差距如此之大 其实啊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从古到今都是在拼颜值 在这部剧中呢还出现了一个两栖类动物 就是驮着徐凤年过江的那只大猿 大猿的背上呢还背着一个石碑 这个大猿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叫碧锡 龙之九子之一碧锡 就是那个特别爱负重的碧锡 在民间传说中碧锡是力大无穷 经常背着三山五岳是四处溜的 后来大雨制水的时候呢就把他收服了 让他去梳理河道啊推山填海 所以在大雨制水过程中 他是立有了大功 等制水结束以后 大雨担心他老毛病又犯了 又四处瞎溜的 把以前的一切努力赋予一旦 所以呢大雨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让人刻了一个大石碑 上面刻满了碧锡在制水过程中的功劳 然后把这个大石碑就戳在了他的背上 从此以后 碧锡算是背上了偶像包袱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刚才我们提到了鲁哀公和孔子 和这两个人有关系的呢 还有另外一个神兽 这个神兽在这部剧中也有所提及 他就是麒麟 我这里说的是麒麟 不是鱼签的儿子郭麒麟 麒麟大概长的什么样呢 大概就是狮子头 然后身上有鳞 头上有鹿角 脚上还有肉 身材呢跟鹿应该比较接近 雄性称为麒 雌性称为麟 合称麒麟 麒麟在中国古代呢 是有名的锐兽 它是能给人间带来祥锐的这么一种动物 它是居于四陵之掌 四陵分别是齐龙凤龟 齐是百兽之掌 龙是百林之掌 凤是百鸟之掌 龟是百戒之掌 到后来龙跟凤的地位逐渐的提高 成了帝王和后妃的象征 而齐呢地位则有所下降 但是也是仅次于龙凤 在清朝的官服中 一品大员的服饰中就有麒麟 麒麟也是有传承的 他的爷爷就是英龙 英龙又叫飞龙又叫黄龙 是一种有益的龙 在《山海经》中对它有很多的记载 是英龙杀死了赤油 帮助了皇帝 因为麒麟的地位尊贵 所以呢有很多的民族或者是姓氏 都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祖神 或者是图腾现在被公认的麒麟正脉是姬姓郭氏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郭德纲先生把他的儿子叫郭麒麟的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老郭还真是看了不少的书 那么麒麟和孔子和鲁哀公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知道一句成语叫西兽霍林 这个成语说的是呢 鲁哀公曾经有一次带着下属去西边去狩猎 在狩猎的过程中就惊动了一只在山中的麒麟 麒麟跑下山的时候 不小心被一些砍柴的侨夫弄伤了 伤了前腿 鲁哀公就把受伤的麒麟带回了都城 但是很快麒麟就死了 有人就通知了正在鲁国的孔子 孔子跑过旗看确认这是一只麒麟 当时孔子就探约何苦来哉何苦来哉 然后孔子不自觉的就哭泣起来 旁边的人问孔子说你为什么哭泣呢 不过是死了一只麒麟 孔子就对周围的人说说麒麟乃瑞瘦 他这样尊贵竟然死在了侨夫的手里 实在是太可惜了 而且一般麒麟出现都预示着将有民主贤君出现 但是现在他来的是真不是时候 孔子的言外之意呢 可能是说麒麟出现的太不是时候 没有伴随着民主 却是伴随着鲁哀公这样的没文化 不懂标点符号又只有一条腿的君王 孔子并不是假惺惺的掉几滴眼泪 他是真的伤心 甚至因麒麟之死而罢比春秋 就是麒麟死了以后 孔子不再继续的撰写春秋 春秋就到此为止 那年孔子应该是71岁 第二年孔子就去世了 说起来呢 孔子跟麒麟真的有很多的渊源 孔子的父亲叫书良和 书良是他的字 他是姓子 子姓是商朝王室的姓氏 所以孔子是具有商朝王室血脉的 他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商咒王的父亲 帝乙 孔子的孔字 大家看看也是由一个子 加上一个乙组成的 这个乙呢 代表的是商乙 就是商朝的创建者 承汤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中 宋国的国君就是具有商朝王室的血统 孔子的先祖也曾经做过宋朝的国君 后来呢 国君之位又让给了他的兄弟 孔子这一支就由国君变成了清 到后来慢慢的衰落 又变成了氏 孔子的父亲书良和曾经做过大夫 书良和60多岁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儿子 而且呢 腿还有残疾 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成绩祖业的 所以 书良和急需一个儿子 于是呢 他就向当时的闫家求亲 闫家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愿意嫁给这个60多岁的老头子 只有三女儿 严正在表示同意 严妇还安慰他的女儿 说你别看书良和已经年岁大了 但是他身高十尺 力大无穷 而且又有王室的血脉 所以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婚姻 顺便说一句 史书记载 孔子的身高是九尺六寸 按照鲁国当时的换算比例 一尺应该是差不多1920厘米 那么九尺六寸 按现在来说 身高就应该是在1米82到1米91之间 甚至是更高一点 严正在嫁给书良和以后 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孔子 传说中 书良和的家中的院子里 曾经来了一只麒麟 口吐玉书 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 衰舟而肃王 争在贤明 意思呢 是说孔子乃是天地造化之子 他虽没有帝王之位 但是有帝王之德 所以称为肃王 见到麒麟以后 孔子就出生了 所以孔子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 因遇见麒麟而生 又因看见麒麟而死的一个人 那么麒麟这种生物 或者说像麒麟这样的那些远古的动物 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呢 这点呢 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 说有人啊 曾经目睹过在中国的大别山区 曾经看到了一种动物 长着驴面驴身 但是有着虎狼一样的爪子 在大别山区有很多关于这种动物的传说 说这种动物非常的凶猛 有时候会下山袭击一些家畜 其实类似这样的动物 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 它的名字叫博 博这种动物是 马面虎爪 有巨齿 可食虎豹 而考古发现 也发现地球上确实曾经存在过类似这样的动物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是戎马与虎狼鱼一身 在生物分类上定为了爪兽鼠 它是一种在远古时期存在的动物 所以啊 由此就可以证明《山海经》记载的这个博的这种生物 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 很有可能是同样的道理 麒麟在古时候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了 曾经以白鳞就是白色的麒麟 作为祭品祭奠商汤的记载 大家知道商朝的时候对鬼神之类的事情是非常的严肃认真的 按当时的话说 国之大事为四与融 就是说国家只有两件大事 一件是祭祀 一件是打仗 所以祭祀是来不得半点的虚假的 既然在甲骨文上记载的是以白鳞作为祭品 一则说明白鳞在当时的地位之崇高 二则也是说明白鳞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 不可能是白马白驴什么的替代品 在刚才提到的西寿霍鳞的这故事中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孔子是亲眼见到和确认了死去的是一只麒麟 而孔子所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到了西汉时期还有不少朴获麒麟的记载 一直到了宋朝还有灵星的记载 不过确实数量是越来越少 所以很可能麒麟确实曾经存在过 但是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慢慢的就灭绝了 就像我们知道的恐龙想到这儿呢 我又不禁脑洞大开 我们所说的那些神兽是不是都与已经灭绝的恐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刚才提到的鹰龙就是会飞的龙 而恐龙世界中也有一龙 那么是不是恐龙在大面积的灭绝以后还有一些幸存者 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到了或者很少很少能看到 但是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也许看到的机会比现在要多很多 我又想到12生肖中有11个都是真实存在的动物 除了龙以外 那么龙是不是也是真实存在的呢 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